一大国挑衅小国,以为稳赢,却被五个国家围殴,还连丢七十个城,春秋战国战乱频繁为争夺一片土地互相残杀状况,激烈各学派也分散到各个国家改革变法兴起作战扩展领土,以至于二十多个小国,最后都归为七个大国。 这七个大国也是这二十多个国家中最具实力的七匹狼,那个乱成一锅的社会制度也正是从三家分禁开始的那,什么是三家分禁呢? 就是当时周威猎王他负责分封,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奖赏自己臣子的,可是最后却把自己坑了,人在权力面前很难保持冷静人性,是最经不起考验的天子, 把土地分给诸侯,诸侯分给大夫这样,依次分下去,权力层层递进一个阶层,架空一个阶层可想而知,分封制其实就是来坑人的,当时有六家平分秋色,可是最后拼来拼去只剩三家了,那周王只能让他们独立了这三个国家,分别是韩、魏、赵与此同时,齐国那边也发生了冲突,我们把它叫做田氏代齐, 就是田氏强大起来以后,把江氏给废掉了自己坐到了齐国国军的位置上去,然后就把齐国的城池乱丢,最后被搞丢了有七十多座城市,比人家送的还快总之,从春秋的五霸最后演变成战国的七雄,这两件事,都对当时的时代,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, 不过到了齐国开战的时候,这种文法就慢,慢变了首先是齐国不停的被挨打想想,也对一个玩命丢腾池的人,也就只能被挨打了,然后是秦国慢慢变强,慢慢激化着六国的矛盾,想要夺得全部江山一统天下齐国,在春秋时期可是很强的一个国家, 而晋楚秦也不弱到了战国中期,齐也仍然拥有很强的实力,只是因为一场大战被打残,但是在此前,他还是把宋国给吃下了,要说实力齐国是不输秦国的,只是齐国运气不太好招惹到了一个小国,宋国其实宋国那个时候也算一个大国,在宋康王的带领下也是连续击败了楚,为,齐国是个比较厉害的国家, 而且他位居天下的中心战略地位,不言而喻加之那里环境好资源多,所以这个国家的实力不容小是宋国,不是被韩国吞并的那个正国,也没有被两次灭国,不是那个中山国,更不是被储吞并掉的鲁国,在战略意义上来说,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,只是遇到了正值强盛的齐国齐国,对这个国家早就有想法了, 毕竟得到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财务和资源,以此让自己变得更强大,只是如果直接吞并他们,恐怕其他国家不是很乐意,但是齐国仗着自己实力强大,已经不把其他国家放在眼里了在这战况激烈的历史时期中,宋国被齐国打残, 其他国家会放任不管吗?肯定不会的,所以齐国被其他的五个国家一起,给包围了自信的齐国,自然想不到五个国家,联合起来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很快,齐国就被打残了当时其他强国,当然不想齐国独吞颂国,所以齐国想要自己吃它显然是有些困难的, 而秦国也不想要在自己统一大业上多了这么个障碍,所以当时他早就先让宋国牵制着齐国和其他国家了,可是现在宋国就快被灭了,秦国当然不愿意了宋国,是个比较有贤的国家,是当时许多兵家都想争夺的地方,秦国偷偷给宋国一点钱,希望他能活久一点等,把其他国家灭了再去找宋国讨钱也不急, 可是现在齐国把宋国吞了秦国的钱,不就白给了吗?秦国当然不乐意了,所以五国攻打齐国,也是他自己找事,想要强大的话,吞并一些小国也行,直接一口就就要吃掉大国这样会把自己撑死的。 在五国中真正伐齐厉害的国家,其实不是秦国而是燕国这个国家是很给力的,他们打齐国打得很凶原因,就是因为齐国曾经趁着燕国战乱的时候派人去攻城,燕国一下子被激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, 于是便联合五国一起攻打齐国,最后把齐国给打残齐国,虽然还是在坚守最后也复国了,可是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战斗力,再也没有和秦国争霸地实立了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静说,历史君说历史101,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铭记每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